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观战来 观战一把入恋师啊,因为这个版本的入恋师之前也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觉得他改动完之后非常的厉害啊 就有一个无敌时间,通过这个无敌时间是可以强行进交互点的 我们来看看这把的一个效果 因为本来的话呢,入恋师其实遇到那个速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他的这个灵就,对吧 我丢个伞到你脸上一刀对吧 直接刷挂的 但是呢,现在有无敌的情况的话呢 他可以把一个灵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比如大房这个位置 然后强行进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互点 比如卡一个板子啊,卡一个窗口啊什么这样的 我们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能不能打的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还是说有什么更加好的一个发挥啊 因为这个级别的这些顶级柔皇 他们开发出来的战术,那可就千变万化了 这边的话千只千只非常不错 这个速伞我有看到过好多次啊 是一个长时间在榜上的一个速伞 这把的话应该是打的是一个彩板加挽留 不知道有没有带风窗,可能会带风窗啊 应该带了风窗,带了风窗 这边,骗红光,一刀抽 没能抽到,这个先知可以 这把先知很给力啊,这先知已经吸出一只鸟了 对于穷者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优势局了 但是速伞呢,这张地图本身抓人比较难 但这套阵容打速伞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打到中后期道具消耗完之后 就很容易出现一波崩盘的一个局面 什么叫一波崩盘呢?就是你全员白板 然后我这边挂上一个人 你这边救不下来就崩盘了 或者说开门站,对吧? 我这边封一边的门,然后抓另外一边 击倒两个,然后挂上一个 眼丢,然后你起不来 我再去击倒另外一边 也有可能能翻盘的 这种局的话,其实我们老观众应该看的非常多了 之前观战团长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这种局 前面其实挺烈的 但这把呢,我觉得烈的有点大了 烈的有点开了 就已经不仅仅是一般般的烈 小烈了,而是一个巨烈 这一手开吸魂,往前跟 吸魂结束以后能打到这一刀吗? 卡住了,可以 这刀鸟给上 哎呦,我的天哪 抓入炼师 这边补一个眼 封这边的密码机,然后丢伞找 打控场了 来,镜头给到条尸 直接到脸上 但调尸处理不掉吧 这个调香尸 浇香水放下吧,对 调尸稳着来 三瓶香水就是好了我就放 好了我就放 都能拖个 我觉得都能拖个四五十秒呢 这四五十秒的话 先知那边就算是你 把眼下了我这台机子 差不多都已经点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嗯,不好打 应该是考虑开门战怎么打了 考虑开门战的话 消耗香水是意义不大的 他其实最好这个时候去消耗什么呢 消耗枪,把这个枪给逼了 如果能把这个枪给逼了的话 香水骗出来 好的 等 那这边要打一刀 香水结束 好的,有机会能追一刀到二阶 他总得击倒了 这条尸再出去打吧 就直接这样打嘛 直接这样打的话 那条尸这边 有吸魂 好的,没有办法进去交互 空军这把枪交不交 我觉得空军是不太想交这把枪的 大不了我倒地也对吧 我拉开 除非你能够把我压在遗产机 我这边吃一刀我能拉走的就可以 再回声过来打 速散这边是以 把这个消耗贯彻到底 条尸那边的机子百分之七十八了 也就是说现在三台机子都已经凶了非常多了 穷者这边的机子应该是压不住了 开门战的话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把枪 这把枪没有能处理掉 我觉得对于速散来讲 都是很难搞的 有一把枪在 要断一手大节奏 甚至空军手里面应该还有个搏命吧 对吧 待会如果门开了 交枪 救人 搏命强行带走 有没有这个剧本 板子破了 已经在为开门战做准备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不如就是去对 去大门这边开始插眼封门了 插眼封门了 穷者这个时候呢 最好是直接开 最好是直接开 快走 密码机最好直接点亮 不要让这边的速散 有抓风眼的一个时间 躲在后面 对 补一个眼 甚至可以绕到那边后面再补一个 两个眼封 开吸魂 逼中场 找到空军 对 把枪给交了 把枪给 这边还有个护臂 快走 密码机点亮 那这个空军暂时先不管了 因为这边插了眼 他得去管另外一边 他是有带暴墓的 他是有带暴墓的 想 用蓄力刀 枪交了 可以 那不管了 这个空军一定不管了 因为那边是没有插眼的 所以说他一定要去先管那边 这边有插眼 他可以看到 有机会能翻 枪逼了就有机会 但空军 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他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再补了一个护臂出来 这边的话叫队友快走 这把穷者打的是真的很好 面对这个级别的速散 滴水不漏 一点机会不给 摇个灵 好的 先知要倒地 这个先知挂不了 挂是挂不了的 洗澡了以后 补一个眼 洗澡以后补一个眼吧 补一个眼 这边看见调尸 这边补的这个眼的位置 我觉得刚才 不过也无所谓了 因为再往里面卖两步 你没有丢伞的话 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就再往里面卖两步的话 甚至可以封到那边的门 给了一个灵鹫 到先知身上 灵鹫的话 那这边已经是换好了吧 换到了这边大门 妖灵 好的 消水 那这边一刀 先知交自起 强行点门 这里的话 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把这个入链师赶走 然后再丢伞回去才行 因为这边 你把这个先知祭祷 直接灵鹫一套就走了 门开了 应该是一个三跑的 应该是一个三跑的 这把穷尸打的确实好 速伞的话 在这样地图 抓人还是非常吃力 没有能够抓到前期节奏 但是他后面的一个开门战的残局 从上帝视角来看 那安排已经是做的最好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